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今天是2月9号,是全球华人的除夕 预示着新的一年,龙年即将到来 龙在十二生肖中象征着吉祥 新视野团队祝大家龙武云天事业有成 龙华现世,吉祥奴役 在华人除旧银新的日子里 2月8号星期四,川普也迎来了2024年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天 可谓三喜临门 首先,星期四晚上,川普在奈华达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上轻松获胜 为赢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天晚上,开票不久,美联社就宣布川普获胜 当点票到仅70%,川普获得了98.5%的选票 另一名候选人瑞安·宾克利得到了1.5%的选票 在获胜后,川普在奈华达州最大的城市拉斯维加斯发表讲话 向共和党人表示感谢,并提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辩论 星期四,美国最高法院就克罗拉多州法院的裁决进行了辩论 去年12月19号,克罗拉多州高党法院以川普参加意料事件为由 援引宪法第十四休战第三条叛乱条款 将川普从该州的选票中除名 关于最高法论的辩论非常精彩 我们放在节目的后面说 川普表示,最高法院希望能够在帮助我们的国家和维护民主方面做一些事情 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民主 我认为他们度过了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天 也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也许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另一名共和党候选人尼基·黑利没有参加奈华达党团会议 而是在星期二参加了不受约束的奈华达州初选 结果,以30个百分点的差距 输改了一个非选票上的候选人 星期四晚上,川普嘲笑了黑利 并开玩笑地说 所以,我要祝贺非选票上的候选人 我就是那些非候选人之一 川普还说 你知道,如果我赢得了这个州 我们就能轻松赢得11月份的选举 我们必须赢得选举 川普的第二份礼物是 拜登机密文件案 2月8日 特别检察官罗布德·胡尔 发布了一份388页的报告 向司法部长梅里格·加兰 汇报了拜登机密文件的调查结果 并不遗余力地解释 拜登应该免于刑事指控 胡尔在报告中说 拜登确实危害了国家安全 因为他在办公室和一个车库 传放了敏感材料 当时他的儿子亨特可以进入车库 报告总结说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证据 证明拜登在担任副总统后 当他还是一名普通公民时 故意保留和披露机密材料 但随后 胡尔开始为拜登辩护 认为拜登的记忆问题非常严重 他不仅不记得自己担任副总统的年份 而且甚至不记得他的儿子伯 是什么时候死于脑癌的 报告说 当司法部内部的人士告诉我们 乔拜登总统一个81岁的老人 有明显的认知问题 已经恶化到不能被定据的程度时 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报告指出 拜登的精神状态 在六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恶化 而且拜登随着年龄的增长 能力在下降 因此 检察官做出 不指控拜登犯罪的书面决定 因为拜登的高龄和精神状态 将使他很难被定罪 陪审员几乎肯定 在看到他时 除了同情之外 什么都没有 胡尔在报告中说 根据我们与他的直接交流 和对他的观察 许多陪审员都希望 对他产生合理的怀疑 很能说服陪审团判他有罪 届时 他已经是一位 年过八旬的前总统了 犯有严重的罪行 而这种重罪需要有任性的 良好的精神状态 公开资料显示 罗伯特胡尔就读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曾任司法部首席助理副总检察长 2017年由川普认为地区检察官 智力 能力和政治敏感性都应该十分出色 去年1月 他被拜登的司法部长 任命为特别检察官 调查拜登的机密文件案 外界当时就猜测 事情将不了了之 果然 他按照司法部的建议 决定不起诉拜登 然而 胡尔改出的理由 却震撼了华盛顿 这不仅给拜登竞选连任 带来可能的毁灭性打击 而且也引发了外界对双重司法系统的质疑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 胡尔是不是故意的 报告发布后 拜登在国家电视台上为自己辩护说 我的记忆力很好 并对检察官提出他想不起儿子的死亡事件 表示愤怒 说 他怎么竟然敢提这个 而共和党人的批评则更加尖锐 纽约州众议员克劳蒂亚·坦尼 从提名川普纪念的诺贝尔和兵奖 他在星期四晚上写了一封信 鉴于拜登的精神和身体状态 敦措司法部长梅里格·佳然启动内阁程序 根据第25休战案罢免拜登 西部日报评论说 拜登的身体不适合接受排审团的审判 也不适合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被认真对待 但他为什么被允许 可以继续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如果特别检察官的报告可信的话 拜登应该被送进记忆护理病房 或者有家人照顾 而不是在白宫面带微笑 假装在听人说话 星期四晚上 川普的律师阿里纳哈巴对福克斯新闻说 他预计川普的法律团队会利用胡尔的报告来辩护 川普总统受到了不公平的司法对待 川普的第三份礼物就是科罗拉多州的选举案 首次在最高法院开庭 从双方律师的辩护 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看法 川普很可能以大笔份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官司 在美国最高法院共有9名大法官 其中6人由共和党总统提名 3人由民主党总统提名 川普提名了3名大法官 辩论的焦点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 简而言之 就是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的理解 总统是不是属于条文中规定的职位 川普有没有构成叛乱罪 我们先看一下第三条的描述 任何人不得成为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 或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人 或担任美国或任何州的任何文职或军职 如果此人曾宣誓作为国会议员或美国官员 或作为任何州立法机构的成员 或作为任何州的行政或司法官员 支持美国宪法 但参与了叛乱或反叛 或向敌人提供帮助或安慰 而国会可以通过参中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 来消除这种障碍 需要说明的是 条文中提到的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人 是指有权选出总统或副总统的选举人团 而不是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 下面我们先看看大法官托马斯的精彩对决 克拉卵斯托马斯是最高法院资历最深的大法官 也是最保守的大法官 是川普的朋友 他用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最冷静的提问方式 让代表哥罗拉多州的律师杰森莫里难以招架 星期四的听证会从上午十点开始 有直播音频但没有画面 穆里认为川普煽动了2016年一月六号 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 因此参与了叛乱 他还声称 第十四秀战第三条使用了宽泛的语言 因此各州有权将总统职位 列为有资格被取消资格的职位之一 川普提名的大法官布莱特·卡瓦诺反驳说 川普并没有被判有任何罪行 更不用说叛乱了 托马斯大法官要求莫里提供当时的例子 说明在第十四秀战通过后的几年里 各州取消全国性候选人的投票资格 莫里没能提供具体实力 而是引用了1868年乔治亚州州长选举的例子 根据第十四秀战案第三条 获胜的候选人不符合资格而被取消 然而托马斯并不认同莫里的例子 他说 尤其是在重建和1877年妥协之后 以及在救赎者运动时期 这种冲突就出现了 当时还有大量的联邦成员 有许多人继续竞选州级或国家级的公职 因此 如果你的解读是正确的 那么至少会有一些全国性候选人被取消资格的例子 莫里试图回避托马斯的提问 称 肯定有一些全国性的候选人 因为国会拒绝为他们安排席位 而被取消资格 但托马斯很快打断了他的话 说 我明白 但这不是我的答案 莫里承认 除了我举的例子 没有别的 并试图再次解释 但法官大人 这并不奇怪 各州当然没有权利 罢免先任联邦官员 托马斯随即问道 那么第三条的目的是什么 人们担心前联邦州会继续做坏事 努力阻止他们这样做 而你却说 这也授权各州取消候选人的资格 所以我要问的是 如果你是对的 有什么例子 莫里再次回避了这个问题 而是辩称 各州都有候选人排除在州担任公职的例子 托马斯插话说 我理解各州对州选举和州职位的控制 但我们讨论的是全国性候选人 并再次问莫里 我想知道的是 你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而莫里尽管用了很多说辞来回避这个问题 但始终举不出一个例子来 最后只好承认 各州排除了许多候选人竞选州公职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 不是基于法治和对法律先例的尊重 他们将川普排除在选票之外 只是对川普的盲目仇恨 以及对川普再次担任总统的非理性恐惧 在托马斯解剖完莫里之后 大法官约翰·罗布茨也发表了评论 彻底打垮了这位科罗拉多州的律师 罗布茨说 从三万英尺的高度来看托马斯大法官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第十四修正案的全部意义在于限制州权力 对不对 各州不得剥夺特权或豁免权 不得未经正当程序 剥夺人民的财产 不得拒绝平等保护 另一方面 他根据第五条增强了联邦权力 国会有权强制执行 所以你最不应该从这里寻求授权各州 去强制执行总统选举的隐含授权 在听证会上 大法官布莱特·卡瓦诺还表示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法官 将川普从选票除名是反民主的 这剥夺了选民的公民权 卡瓦诺向莫里施压 问道 我们应该考虑民主 考虑人民 选出自己选择的候选人的权利 让人民自己来决定如何 莫里提到了意料事件 并变成 根据第十四修正第三条 科罗拉多州 有权取消川普的参选资格 然后卡瓦诺说 这只是百年州的立场 而不是2021年国会大厦的混乱 这在很大程度上 剥夺了选民的公民权 川普提名的另一名大法官 艾米·科尼·巴雷特认为 美国最高法院 不应该仅仅依靠1月6号的视频 来决定川普的案子 他问莫里 你想让我们只是看了川普总统 在椭圆形的视频 然后在没有听取下级法院 事实认定的情况下 做出决定吗 这很不正常 由于篇幅的关系 我们先说这些 在下级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 川普任命的大法官 尼尔·葛萨奇 奥巴马任命的大法官 艾里纳·卡根 以及拜登任命的大法官 克坦吉·布朗·杰克逊 对目的进行的轰炸 并就总统一指 是否受第十四秀战第三条规定的限制 进行了精彩的辩论 除了奥巴马任命的大法官 索尼亚·索托马约尔 对第十四秀战第三条的理解 有些不同之外 其他八名大法官的理解 都将对川普有利 我们推测 川普将赢得第十四秀战的胜利 可能的比例是9比0或者8比1 从而让那些 还在试图阻止川普竞选的起诉 失去了法律依据 2月8号 对川普来说是个好日子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再次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